厚啦!上集這群雜牌就因穿梭像那種發現八數年來的好麻吉後 導演也在充滿骨威的親母屋 分享了電影工作的大小事 本季終於來到漁港後 我們的長髮歌領隊秀逸要來秀一下他的真功呼啦 鳩的媽的以及阿拉桑你別把生蠔殼都吃下去了捏 看起來餓壞了他們今晚想來點什麼好料咧 雜牌巷島 我們繼續看進去 超多人的耶 太大了 這邊東食魚市場拍賣會 哇賽 現在拍賣開始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跳手 三道三四五三十八三 他們都在講那個跳手的專業術 因為他們就是這個啦 這個職業是要訓練好幾年才有辦法成熟 因為他們會知道看觀察客人 今天的客人怎麼樣 在決定今天的這個魚啊 要從貴的開始賣 還是便宜的開始賣 喊下是從便宜的喊上去 還是貴的喊下 那如果知道你對這個魚有興趣喔 它就從貴的開始喊 有一點是像是 老闆跟顧客的心理戰的感覺 他們的籃子是用地上滑過去 這樣送過去那邊 來了來了 很聰明耶 都不用翻 用甩的就好了 因為魚市場的地板是很滑 所以他們就不用這樣翻的 就用滑的過來 撈過來就好了 然後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這樣擺好一坨一坨 然後待會就競標就對了 這很新鮮耶 來來我以前也是混海邊的 我在海島住了兩年 我等一下告訴大家 怎麼樣分辨魚新不新鮮 有這麼厲害 丘一嶺對 曾經在馬沙爾群島住過了兩年到三年 兩年時間喔 還有一些教育是要分享給大家 每天晚上都捕魚 好歹有算半個魚 我來各位介紹 怎麼樣看魚啊 新不新鮮 看這個眼睛啊 如果這個眼睛很清澈 沒有混濁 代表這個魚比較新鮮 另外一個就是看這個篩裡面 這個是我們的石斑 你們可以看啊 這個篩裡面的顏色 像這種啊 比較沒有深紅色 代表啊 它比較新鮮 有些太深紅喔 代表它放比較久 所以你們可以從這個眼睛啊 你們看 這個眼睛兩隻就有差別 你就知道哪一隻比較新鮮 哪一隻比較不新鮮 我一個晚上這種大條 我可以抓大概30隻 哇 我用魚叉 大家有看過日本的那個吧 黃島求生 黃金蠶 黃金蠶 老闆娘你們這一隻大概多少錢 玉菇啦 200塊 200塊 真的兇喔 哇 200塊 欸 這正常在台灣其他市場買 這個我覺得 要七八百塊 一個晚上抓30隻 我可以賺6000塊耶 謝謝 但是我們在潛水的時候啊 旁邊都是鯊魚 全部都是鯊魚 真的 其實我以前其實告訴大家 如果你去捕魚啊 遇到鯊魚啊 面對鯊魚不要怕 牠就不敢攻擊你 但是那個鯊魚如果超過3公尺 那你就準備 好頭胎了 哇 哇 太棒了 老闆娘這是什麼喔 好辣 我 我有一點不敢吃 但是 這個很新鮮喔 這很新鮮 那我要吃 吃看看 再打開喔 耶 哇 哇 你看一下 很新鮮的鵝啊 好 我吃看看喔 好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 好吃 有新鮮的感覺嗎 有很新鮮 應該是新鮮 所以才能吃 我可以吃第二個嗎 可以 好 小心耶 他把點心裡吧 我記得 我眼前 好 小心一點 我忍耐一下好了 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我是第一次遇到波多里個人 你們也是嗎 我也是 我也是第一次 波多里個人都展上你這樣子嗎 怎麼可能 因為在台北我已經遇到 八個人還是來自波多里個人 通常他們都是像這樣 就是比較 然後 皮膚比較白 不是 什麼都有啊 我們什麼都有啊 有白的 有黑黑的 有種色的 嗯 對啊 你們國家出很多明星耶對不對 是的啊 對 一些歌手 Jennifer Lopez Ricky Martin 超大咖 對 Robbie LaGoyle 好厲害 Mark Anthony 你們知道那個 Despac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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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首都拍的 天哪 你看大家不講沒有人知道對不對 你看大家不講沒有人知道對不對 一講哇 哇 全部人都知道 我們的緯度 23.5度 上面可以看到 上面可以看到 應該都是在養鵝啊吧 哇塞好多喔 好多磕棚喔 波多黎各算是美國的一部分 那你們的英文是從小就學嗎 在學校學的 但像是英文跟西文的這種 大部分人都是西文比英文好啊 當然 母語還是算西文 對 那英文就是在學校學 因為是歷史背景 以前是四百年的西班牙殖民地 哦 現在只有一百年 就是 美國的 美國殖民 美國殖民 只有殖民了一百年 最後一個資料庫 可以看得到 只有十 百分之十五人 會真正的用 美國人 就是用英文聊天 太陽快下山了 我們剛剛去了東石漁人碼頭 其實那邊也是個 看夕陽的一個很熱門的景點 但是 我們現在帶你們去嘉義這附近 一個新的很紅的IG打卡景點 白水瘦島旁 沒有 沒有 告訴你們 因為我們今天是看那種電影場景 他還剛拍過一個電影 就在那邊 叫做消失的情人節 欸 有人看過嗎 我沒看過了 聽人家說會哭耶 會哭會哭 後面哇 那個感情超短 在場的五位 有人是看電影 看到感性感動會掉眼淚的嗎 我會哭到爆炸 我會哭到抽搐的那種 怎麼會有人哭不出來 真的 你去看可可夜總會哭不哭 哭到爆炸 怎麼會有人哭不出來 然後我們要去的幾個 故事 白熊 不錯的 趕著夕陽囉 出發 這個熬路剛好被消失的情人節 陳鈺勳導演拍過了 不能爆雷 所以大家看過場景就好了 我是覺得這個環境蠻好 台灣你沒有來過這樣的環境對不對 第一次 這邊蠻不錯 感覺會帶女朋友來嗎 啊 可以 你可以 這邊我應該是4.5顆星耶 對阿 我還想拉 中立人喜歡這裡嗎 喜歡喜歡 哪是不喜歡 這裡不喜歡這夕陽 喜歡的是台南也有這種地方 台南很多的喔 懂台灣喔 比我家那邊的 沾的那個什麼沙灘 這邊比較好感 他連西岸看不到這個夕陽喔 沒有我們是東邊升起的太陽 這邊有不一樣的感覺 板橋是絕對沒有這個夕陽的 好好看喔 這邊 有點餓 可以吃飯了吧 我們挑了一間 跟你們早上清目差不多 很有那個味道的一間店 哪一種味道 骨味 其實跟你們這身打扮 其實有點風格很像的 等一下去你們就知道了 我們要補的店 Yes 其實 很像他們 你這一間店要符合我剛才講的 風格嗎 加起來 很像他們 你這一間店也要符合我剛剛講的 滿不滿意? 超滿意 成立五分 茶藝色也五分耶 這個很厲害的 滿滿超美的 這間店的名字 我正確跟大家講一下 叫什麼? 然後我們今天很榮幸 邀請到我們老闆娘 跟大家介紹一下餐廳 我們歡迎老闆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剛剛講到我們的店名 叫做杜點 然後為什麼杜點 因為本來這個老黃子 快要倒入 然後這個房子的主人 他就想找一個人 然後把他重建他的生命 然後為了拯救這個房子 不小心就開了這個餐廳 哇!就杜點 哇!就杜點 所以我們會覺得 我們開的時候 所以我們很低調 那我們會覺得 這個就是要靠這個緣分 有杜點 我們就知道 有語言就走 沒語言不要去製造語 所以給我們一個信念 就是做就對了 所以我們的菜色 所有的食材 我們有一個中心的思想是 希望它都是當季當年的食物 要中心的東西 我們這個地方就嘉義縣 嘉義縣有一個特色 然後右邊這邊是阿里山 左邊這邊是海 哇!衣生棒 真的耶! 就是嘉義的特色 對! 所以都有 這個也是阿里山西的龍西蠶 它大概長在那個八百至一千兩百公尺 我形容它是上帝給的食物 這一道是那個花菜乾 這個魚 它叫做紅帝魚 再來這個也叫做烏魚米粉 再來這個也叫做烏魚米粉 我跟妳講啊 肚子餓的時候要跟媽媽說 這發X我的肚子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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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ew moments later 阿板娘 我覺得再講下去 我覺得她們幾個都要做 好 就要請大家享用 謝謝阿板娘 謝謝 謝謝 大家來來到 開動 開動 掰掰 妳的筷子用得非常標準 比我還標準耶 因為它脆脆的一片 當然可以 什麼都可以用 你知道有些台灣人的筷子的拿法都很奇怪 你說我嗎 你說我嗎 不標準 你很厲害 這樣可以嗎 我用了三十幾年 還是這樣 這邊 我們要求一個 記得留一點給工作人員 這個 我不敢保證啦 旁邊有Seven 你已經學過多少年了嗎 4年 4年 素晴らしい 什麼都可以說 超級超級超級 發生什麼事讓我知道一下 東海大學那邊念字文 欸 念幾年 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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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超級 素晴らしい 對 英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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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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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日本人 我是日本人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我是日本那個 橫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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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什麼 老闆娘以為 很厲害 老闆娘以為你是台灣人 對啊 可是你看起來太台了 等一下 我長的台灣人嗎 你是他 哈哈哈哈 我這邊是給4.8顆星 我應該是食尚最高分 然後這邊風景好 那外面就可以看到那個電車 然後那個氣氛也很好 然後菜超好吃 應該是大家都說這邊的菜 就是那個 比較像家長 家長菜 家長菜 對 但是我是日本人 我是沒有吃過那個 台灣的家長菜是什麼 這是 這個是我是覺得第一次的體驗 對 就是這邊才能吃得到這種料理 我是覺得很難得的機會 如果是下次可以來嘉義的話 我很想來這邊 然後也是想要推薦給日本的朋友們 這一家餐廳呢 我給4.8顆星 因為呢 除了食物好吃 食材新鮮之外呢 有一些小細節 我覺得他都照顧得非常好 尤其像是廁所啊 一進去呢 是扑別而來的香味 然後裡面還有擺了一些乾燥花 我覺得呢 讓人整體的感覺 是非常好的 給他 6顆星 哇 吃得這麼飽 真的 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一開始我最注意到的是 那一盤菜是米飯的啊 因為在我家 像我們主餐差不多都是米飯的 但是這邊我覺得每一片肉 每一片魚 都非常新鮮的 都非常充滿味道 老闆娘非常冷心的 他這麼努力給我們解釋 每一盤菜是怎麼做的 怎麼準備的 他原來的印象怎麼怎麼怎麼 創造之中的 真的很 很完美的菜 這個地方應該應該應該加6顆星 我真的覺得可以給到4.6顆星 這些菜色的配搭 包括他的創意 然後再加上老闆娘厨師的熱情 食物裡面滿滿的愛啊 滿滿的親切感 嘉義可以燒這樣的餐廳其實非常難忘 再來我就會帶我的家人 媽媽跟小孩老婆來這邊再吃一吃 而且他這邊佈置的古色古香 很舒服 這裡我給5顆星 在我來之前啊 我其實就已經知道這家店 來了以後覺得更驚豔 除了剛剛在菜色的部分 我覺得他的 他是家常菜的升級 而且是精緻藝術版 口味超級棒 真的是健康然後又美味 然後另外我很喜歡就是他的建築本體 還有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但是在這些新的元素 跟老東西混合在一起當中 他又有一個很協調的感覺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 就是收集老東西的 他的老東西真的是有到位 再加上他這裡環境啊 展覽的這些藝術展品 我覺得品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有機會我一定會想要再來 嗨 嗨 嗨 大家好 歡迎你們來我們和樂居民宿啊 你們今天很辛苦了 這是你們房間 對 你們今天就好好休息 然後我明天再跟你們介紹整個大環境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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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囉 好 晚安 自然的味道喔 對啊 不錯 啊 我從來沒有做過瑜伽耶 你 也不會做了 有有有有有有有 好現在帶各位夥伴去撿熱呼呼的雞蛋 可以耶 可以耶可以耶 媽媽咪啊 喝了酒的民宿早餐很可以耶 但這幾個雜拍君的手藝真的OK嗎 一二天他們又會去哪些充滿懷舊的地方 又吃了什麼好東西咧 呦 路途中是誰唱了一副好歌喉啊 應該不會是他 最後我終於知道火雞肉飯的Greg 究竟他滿意嗎 雜牌向導我們下次見